Dick Sir, 見到你真好 我遲些要回美國 但我很怕在美國看完電郵之後 我回到香港又看不回 那可以怎樣做? 當然有辦法, 教大家 其實很多朋友有一個問題 有兩個地方查電郵 在公司和家裡 通常在任何地方查完 另一個地方查不到 譬如我試過 我在公司查完的電郵 想回家看就沒有了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今天教大家 我進去看看, 好嗎? 好, 在外套裡面有一個工具 我進去看看 工具裡面有一個項目叫做帳號 按進去看看 在帳號裡面, 選擇你所屬的電郵帳 然後怎樣設定, 很簡單 走到旁邊有一個叫內容 看這個電郵帳號的內容是甚麼 按進去看看 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看到一般, 伺服器, 連線, 安全, 進階 其實每一個設定 是針對你的電郵帳號 可以改一些東西 譬如伺服器, 帳號, 各方面都可以做 但這次我做的事 純粹是針對如何查到電郵的部分 好嗎? 我進去進階看看 其實在進階裡面有很多選項 但我們看最後的選項 最後的選項就可以幫到你了 對, 說在視乎器保留這個郵件備份 那是甚麼意思呢? 在電郵帳號的視乎器裡面 是會保持你的電郵 copy 但這次你沒有取得到的話 所以怎樣呢?知道嗎? 所以現在我的伺服器看完電郵 就不會保持一份 copy 對, 就是說美國檢查之後 它就拿走了, 香港就沒有了 對嗎?我只要很簡單, 把它剪掉 所以美國檢查完之後 回到香港, 還可以收回電郵 但Dex Sir, 譬如長期有這個功能 我在香港的帳號就不滿了 很聰明, 這有兩個辦法解決 第一, 說你在香港就不要取得選項 甚麼意思呢? 它一收到的東西, 就會從伺服器拿走了 伺服器就不會爆發, 對吧? 但想保持選項, 避免爆發的話 可以再選擇另一個選項 第一, 移除在這裡, 就定了它 當我保持選項, 保持多少天 有個限期給它, 譬如五天 它最多五天就會幫你洗掉 避免電郵會敷, 收不到電郵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終於選擇多少天都沒問題 沒錯, 選擇了它就很好用, 對吧? 現在知道怎麼做了 好, 洗一洗 我改七天行不行? 應該可以, 試一試吧 辦公室軟件應用 電腦裝陷及支援 網頁設計及製作 微軟網絡工程師 MCSE2000 電子商貿開發及應用 報讀軟硬體暑期電腦課程 考取多項IT專業資格 軟硬體暑期電腦課程新頒快將開貨 將程可於全線地鐵地理店撒取 回到車前滑期電腦 行, kana了